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淡淡头华妆 烂发红的眼角 Limbley的高光 小辣椒只能飘飘刺 假睫毛没粘好 小姐姐叫Ana 至于李是现在的意思 连名字都很超凡脱俗呢 如果差有我们写前面的照片太局部 这就看看大头照 这位00后嫩膜的一大标志 就是一头利落迷人的粉红短发 在小辣椒记忆里 粉红短发 只有两位女神成功的驾驭过 斯嘉丽约翰逊 和那帕利波特曼 这种头发只有皮肤白到发光 连想到近乎没有才能扑住 而她做到了 丁门其实去年夏天就开了爱账号 但一直不温不火的 最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商杂志内业 极负面的机会 终于一炮而红 在剧里她身着桥牌运动服 OVS的格子西装和裙子混搭 在东京街头 手绘墙前 漫不经心的摆出各种的造型 大冷天的海光腿 超敬业的 封面罩里 小姐姐插着腰 眼神明明小嘴微张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专业的屏幕了 等等 这杂志好像哪里不对封面 赫然写着 Secure 这个颜毛孔都看得清楚 表情自然 擅长专业摆拍 要全办公室男孩子心动 要小辣椒也差点被圈粉的女孩子 这 怎么会是假的吗 在发挥小姐姐的主页 才发现她的介绍竟然 不过 整个事情的幕后推手的现身说法 还是让男同事们的幻想过面了 小姐姐的确是假的 Ana这招机器男孩去保护欲 女孩子也不会感到 反感的脸庞是一个叫做Modeling Pist的电脑图像 制作公司通过3D建模做出来的 精致的五官和皮肤逼真的细节 都是女设计师一点一点模仿真人还原的 当然 维毛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她纤细高挑的身材 是用真人模特摆拍 再用后期合成的 加上真实的定位 现实激进拍摄 让Amy看起来更加逼真 仿佛你真的会在秋季原地街头与她擦肩而过 分享细节丰富程度 也与普通的A博物无益 再经过Modeling Pist营销人员的精心打造 一个看起来有血有肉 还拥有完美人设的虚拟人物 就这样被打造出来了 这不仅小辣椒和男同事们没看出来 一开始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来求护 我待遇见更加逼真相的网友 好 さ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